Hello 大家好 我是爱看直播的馆长 盘点过去一年里最火热的商业名词 那么非直播莫属 从淘宝直播爆火 到后来短视频平台 以及各大电商平台 纷纷入局直播 直播带货深刻地改变了 我们的购物方式 今年的双11 直播带货展现出了 前所未有的疯狂 双11期间 超过3亿消费者 在淘宝上观看直播 我一位在杭州做直播带货的朋友 在双11前发了一条朋友圈 据说现在的杭州 凌晨1点开会是最高峰 凌晨5点睡觉的人 会被指责不够努力 可以说只花了一年 电商直播就从一个新生事物 发展到鼎慎状态 当然今年走在风口上的 不只有电商直播 内容直播也在2020年 找到了新的发力点 拜疫情所赐 今年不少演唱会都被迫取消 我本以为今年的演艺市场 会变得一片金翘翘 没想到明星艺人们 把演出搬到了直播平台上 最早是艺人自发开启直播 在疫情前期通过直播 为宅在家里的人们提供娱乐 内容以鼓舞人心的 免费公益性质为主 形式和传统的秀场直播类似 还比较粗糙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各大视频网站上的云蹦迪 以及B站举办的 宅草莓不是音乐节 到了大概4月起 平台开始入局线上直播 他们把直播场地 搬到了专业的舞台现场 尽量模拟真实现场的状态 贴近实际演唱会的氛围和场面 从陈奕迅到五月天 再到孙艳兹 明星们纷纷开启直播演唱会 陈奕迅的演出 20分钟就吸引到了700万人 孙艳兹的演唱会 仅预约就达到了90万 最终观看人数达到了1500万 而五月天的数据最夸张 一小时演出 有3500万人在线观看 看过这类线上演唱会的同学 可以在弹幕扣个1 巨大的流量 和一场场线上演唱会的举办 向资本赏明了线上演唱会的模式 完全可以跑通 众多音乐 短视频平台也纷纷入局 商业化和付费观看 也被提上了日程 以2016年直播元年算起 过去的4年中 直播的商业化形态 经历了4个阶段 直播打赏 直播植物广告 直播带货 付费直播 一年一变 发展不可谓不迅猛 在飞速的发展中 也创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财富奇迹 2020年接近尾声 直播赛道的发展 是不是也已经到了 由盛转衰的节点 未来这条赛道 还有哪些可能性呢 今天我们就用这一期视频 来分析一下 未来直播市场的全新机遇 首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基础认知 直播和外卖 共享经济 社交 这些赛道不同 直播是一个4G原生型赛道 什么叫4G原生型赛道 1G时代 手机只能支持语言通话 最高速度为2.4KBP 这个速度 不到4G传输速度零扑的零头 到了2G时代 手机开始支持短信和采信 手机上开始出现 简单的移动web网站 文字和低像素的图片传输 得以实现 3G时代 传输速度进一步提升 图片传输得以解决 还出现了最早期的视频通话功能 2013年底 国家工信部正式发放了4G牌照 而就在4G商用一年后 王思聪投资的台湾直播APP 17在大陆上架并爆弧 拉开了千波大战的序幕 而在此之前 国内只有基于PC端的秀场直播 完全谈不上进入主流市场 可见4G的出现 为移动直播铺平了道路 才有了后来直播的主流化 和它相似的 还有短视频和多人在线游戏 这两个千亿级市场 所以说直播是一个4G原生型赛道 基于这个认知 我们可以进一步预测 当5G时代来临 移动直播赛道 必定会出现质的变化 过去一年里 从智能驾驶到远程医疗 从物联网到云游戏 关于5G应用场景的讨论 一直没有停过 但这些场景在5G环境下的落地能力 一直被质疑 也就是很多场景下 即使有了5G 这些应用方法也未必能实现 在我看来 直播是当下少有的 天然适配5G的应用场景 而5G会给直播业态 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1 虚拟现实化 2 互动化 3 高清化 先说第一点 在2016年 VR也曾经站上过 创投圈的风口 成为无数人看好的 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机会 但最终因为内容缺失 设备体验差 以及价格问题 被时代所抛弃 但在未来 5G时代下 VR的痛点将被重新解决 过去 VR的内容被限制在游戏和影视领域 而在未来 直播将成为VR内容的 主流提供领域 利用180度或360度摄影技术 用4K甚至更高的画质 代替视觉现实 用多层次的现场收音 还原听觉上的现场感 其实 VR直播技术上的可实现性 早就已经被验证 并且逐渐成熟化 早在2015年 NBA就已经试水过VR直播 而在国内 此前也有平台为韩国组合 Big Bang澳门演唱会 进行过VR直播 而设备体验的问题 同样可以通过5G解决 过往高端VR设备 往往需要巨大的头显 台式机和数据线 昂贵且沉重 而普通的移动头显 效果非常差 但在5G时代 由于传输的高速率 任何显示方面的运算 可以全部交由线上的 服务器解决 头显可以作为纯粹的显示器 将视听效果做到极致 价格也会更加亲密 想象一下 未来在李佳琪的直播间 当他展示一根口红 我们可以通过VR技术 360度无死角的观察产品 再理智决定 摇标下单 嗯 好像也理智不了 在NBA赛场上 您可以用VR技术体验站 在蓝框底下 看詹姆斯扣兰 这是怎样的震撼 VR直播 一定是5G能够给予直播赛道的 第一个机会 第二点 互动化直播 提到互动化直播 就不得不提一下 5G技术特有的 4G无法企及的能力 D食言 经常看直播的朋友 可能看过两个主播一起连麦 而常常出现的情况是 主播A说了一句话 主播B过了好几秒钟 才反应过来 使得交流变得不够顺畅 这就显示出 D食言的重要性 当下主流的4G网络 延时往往在20-40毫秒 信息一旦经过多次传输 便会产生肉眼可见的延迟 而5G网络在理论上 延时可以降低到1毫秒左右 哪怕经过多次传输 这样微弱的延迟 都很难让用户感知到 也就是说5G状态下 用户间的互动 可以做到极致的平滑顺畅 目前在游戏领域 5G的D食言 已经让游戏厂商们 看到了未来 全面云游戏化的可能性了 而在直播的场景中 这样的互动 可以衍生出无数玩法 例如在明星A的演唱会上 可以随时和其他明星 通过5G连麦 嘉宾表演不需要专程邀请 只需要双方都有5G通信设备即可 在例如线上演唱会上 明星可以和任意观看者 连麦互动 甚至玩各种小游戏 如果需要 线上演唱会 甚至可以进行百万粉丝的大合唱 想想看 是不是很激动人心 第三点 那就是高清西化 去年 工信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联合印发了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计划中提到 明确将按照4K先行 兼顾8K的总技术路线 大力推进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 和相关领域的应用 这份计划明确了一点 在不远的未来 能配得上5G的显示技术 就是8K 当我们打开一个B站的视频 视频底部控制栏 会有一个清晰度选项 包括480P 720P 1080P 等等 这些数字指的是 视频短边的像素数 比如1080P 指的是短边分辨率 有1080个像素 一般的1080P 分辨率是1920×1080 视频达到1080P 就已经可以被称为全高清了 4K的分辨率能够更进一步 达到3840×2160 那8K呢 8K的分辨率能够达到 恐怖的7680×4320 也就是有3300万个像素点 是4K图像的4倍 在当下 4K技术已经进入普及期 主流手机设备 已经开始将4K拍摄 和4K屏作为标配 而B站也在前段时间 率先上线了4K分辨率 可见4K超高清的普及 已经板上钉钉 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未来技术的成熟 成本降低 8K也会如同4K技术一般 进入普通消费者的生活 这个计划的时间点很有趣 2019年恰好也是5G商用元年 而在行动计划里 也提到探索5G应用于 超高清视频传输 实现超高清视频业务 与5G的协同发展 为什么这么重视5G 还是和8K的特性有关 凡事都有两面 高清晰度的同时 就是巨大的数据量 目前留4K视频 平均码率约为30Mbps 要保障视频流畅播放 需要不低于50Mbps的网络速率 而8K则要求使用 百Mbps的传输带宽 需要传输的数据量过大 这就是8K的瓶颈所在 如果只是电视台 或者视频网站的节目和直播 8K的技术问题 还没有那么突出 只需要提前拍摄好视频内容 播出即可 即使是直播 用上光纤传输 也可以保证传输速度 如果需要室外直播 情况会更复杂一点 一般电视台或者内容制作方 都会使用专业级的转播车 将摄像机拍摄的内容 实时传输到转播车上 再用光纤传回电视台和视频平台 这也意味着8K的直播 和普通消费者就毫无关系了 毕竟一台专业转播车 那价格就上千万 而且转播车也不能移动 万一直播中要转个厂子 到没有光纤资源的地方 那可就难为视像大哥了 所以运营商提供的网络 才是高清直播的终极解决方案 过往4G时代 下行100Mbps 上行50Mbps 完成4K级别的视频传输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想完成8K级别的传输 就会发现上行速率不够 不支持8K视频的传输 此时5G的存在就成为了必须 5G的下行速率能够达到Gbps级别 而上行速率也能达到100Mbps以上 能够支持8K超高清直播 所需的庞大带宽需求 一定会有不少人质疑 4K已经如此清晰 花大力气推广8K有意义吗 其实8K的存在 不仅是在像素数量上 比4K提高了4倍 图像尺寸变大这么简单 像素的量变必然会导致质变 同样的画面 将有更高的信息承载能力和呈现力 过去1080P无法承载的画面细节 都会清晰地出现在8K视频的画面里 届时所带来的信息量和真实的体验感 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未来的8K或许还会结合120帧的高帧数 使得画面变得更加接近真实 打个比方 当年黑白电影出现 刷新了全世界的三观 原来现实可以完全复原在荧幕上 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 彩色胶片的诞生 使得电影工业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给观众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体验 这就像前几年 李安导演拍摄的两部 4K加120帧技术的影片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以及《双子杀手》 这两部影片我都花了不少钱 去影院刷了两遍以上 不是因为内容有多么吸引我 纯粹是视觉感受上的革新 让我在电影院看到了 不同于传统电影的体验 可以预见的是 8K的出现必然会引发 视频生产方式 艺术手法以及观看模式的底层革新 我预计在8K时代 沉浸式的强体验式的内容 将会成为资本追逐的风口 尤其是在演唱会 演出这类非常强调 临场体验的内容上 8K技术还可以与VR直播 还有互动直播结合起来 提供不亚于现场的沉浸式体验 对未来的演出市场 又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机遇 那么这么先进的玩法 在哪里能体验到呢 前几天我就看了全球首场 5G加4K8K加云演艺盛典直播 也就是神五四动感地带 第十四届音乐盛典咪咕会 在过去四年 咪咕会都成熟运用了 4K超高清直播技术 而今年在继续面向消费终端领域 开展大规模4K超高清 网络云分发的同时 咪咕还带来了最前沿的 5G加8K端到端直作 与多机位直播 在5G技术的加持下 这场盛典不仅采用了 连明星的眼睫毛 为粉丝提供 包括VR爱豆同台视角 上帝视角 爱豆专宠视角等九大视角 让粉丝体验无界穿梭台前幕后 得到如同清零现场的沉浸式体验 运用5G技术 这场直播还引入了各种互动玩法 粉丝们可以在线抢C位 大厂现场大屏 如果你够豪狠 可以直接包下一个云包箱 和你的粉圈通道 亲朋好友一起在包箱里嗨起来 和5G加8K黑科技同样强大的 还有此次盛典的艺人阵容 包括陈立农 蔡徐坤 邓紫棋 潘伟博 孟美琪 张亮莹等 一系列重磅艺人 在这里也非常推荐 大家都去欣赏一下 这台云上音乐盛典 感受5G加8K带来的震撼 如果以2019年 中国演出市场规模 达到538亿来算 线上演唱会为代表的线上直播演出 很有可能会在线上 复制出一个同等规模 甚至接近千亿级别的市场 而这样一个接近千亿级别的市场 又能创造出怎么样的机会 尤其是对我们这些 2016年千波大战 直播上日火百万级别以上的 直播平台只有十几个 具备达人运营 平台运营 和广告投放经验的人才 成为了直播平台们 重点挖角的对象 虽然最后这场大战 被短视频网站和电商们摘了果子 但身处其中的从业者 不少都得到了不错的报酬提升 和操盘大用户量产品的职业履历 其次是作为内容生产者参与 这个参与方式门槛更低 几乎对每个人都可行 直播作为UGC内容形式的一种 它打破了广告公司 媒体 艺人 对创意 内容和才艺的垄断 让每个人都能作为内容创作者 发光发热 在未来 专业能力强一定很吃香 但另一种能力模型则是 专业能力加内容创造能力 这里的内容创造能力 包括文字 音频 图片 视频 当然也包括直播 但门槛越低的领域 竞争就越是残酷 如何精准利用5G带来的改变 创造性的生产内容 才是内容创作者应该思考的东西 最后是产业上的机会 每一代内容形式的革新 必然会带来一波流量上的红利 而这波红利反补其他产业 同样能出现各种机会 如果你是制造业 品牌 广告 新领售 互联网等领域的从业者 那么抓住每一波流量红利 都足以让你的平台和你自己闲鱼翻身 微信公众号带火了Home Facial Pro 短视频带火了拉面书 电商直播又带火了花西子 5G又会带火谁呢 还是那句话 一代版本 一代神 但无论是想办法进入行业 努力去吃到红利 或是眼看着它起猪楼 宴兵客 都要明白任何红利 任何风口和趋势都有过去的时候 大多数因风口而起飞的人 都是因为运气 而我们普通人并不总能站得那么高 看得那么远 但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 都应当具有一种底层能力 那就是将自己单一的能力模型 培养成复合型的能力模型 我既有专业知识 我也懂内容制作 我既具备良好的成本 也有实现它的能力 我既有广阔的行业视角 也有丰富的行业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年 斜杠青年这个名词这么火 人生很长 有很多弯道可以等你超车 30岁 40岁都有机会实现人生翻盘 但首先你要保证 自己不只会开直线 那么各位老司机 记得点赞和分享本期视频 助你实现弯道超车 消费 商业 洞见 尽在IC实验室 感谢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馆长 我们下期再见